那你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科教馆 那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人员在排队 他们都是要施打疫苗 而且他们都是台北捷运公司的员工 像是包含了战务人员 清洁人员 保全人员等等 那因为他们其实在疫情期间 还是得要在捷运站里面 和旅客来接触 那但是其实在北捷的部分呢 台北市是调度了2500剂 让北捷的员工来施打 因为北捷的员工 其实原本并不在优先 施打疫苗的顺位里面 那北捷也表示说 那第一线人员 其实大概有7000多名的 可是因为就这2500剂的疫苗 那所以就有员工爆料说 其实像是行控中心啊 资讯处等等 这一些单位的人员 他们并不会第一线的 来跟旅客来接触 那也是被纳入了施打疫苗的 优先顺序里面 那所以就变成说 站务人员是不是 并没有人人都打得到 那这个是北捷内部有员工 来爆料认为有不满的地方 那但是北捷的说明是 因为像是列车的运转调度等等 应变啊 这些像是行控中心资讯处 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员 所以他们的安全 真的是必须要受到保障 工作性质是特殊的 那因此有一些人员也是有被造册 那来优先施打疫苗 那我们稍早也访问到了北捷的员工 我们带您来听听最新的访问 每天还是接触的 像我们车站的话也是上万人 一整天 对啊对啊 那你一个班的话平均就几千人 对啊 所以还是希望能尽快赶快打 行控中心的 掌握安排的 其实你们也是很重要 对对 应该是核心的部分 好你们可以听到 其实我们访问到行后中心的人员 他们表示说是主管来安排 那他们就来打 那其实呢 在这个捷运的运作上面 他们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其实在务人员也表示说 他们其实天天在接触旅客 虽然说运量变少了 但是还是有风险存在的 那也很高兴终于可以打到疫苗 我们带您来看到 其实北捷平均的搭乘人次 在疫情之后受到了不少的影响 四月份还没有三级警戒的时候 平均每一天是有201万人次 要搭乘北捷的 但是我们来看关键的日期 5月15号三级警戒开始 立刻减少了快要一半 113万人次一天 那更不用说到六月的时候 其实一天甚至只有44万人左右 搭乘北捷 所以这个营收比去年同期 还要少了75% 所以其实北捷的运量 还有营收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居然没有被纳入纾困的方案 那其实我们稍早访问到北捷的员工 那他们也认为说像是账务人员 他们的班其实还是蛮固定的 不过行控中心等等 还有清洁人员保全人员 他们的班其实是会被调整的 但是不能加班 然后收入也有减少 因此他们也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被纳入纾困 你差点一点 我再说